你知道吗 深圳不止腾讯 华为 还有很多又护又神秘的企业 大疆创新 中国最值得骄傲的科技企业之一 也是全球无人机行业的独角兽 市场占有率70% 几乎无人能提 正威集团 世界排名币119位的同店公司 跟娃娃娃老干妈一样坚持不上市 年收入高达5000亿 号称世界同王 却显为人知 照亮机 坐标深圳不甜 是不为人知的二手三系帝国 上线三年就俘获两千万用户的心 越销售额破亿 一越成为行业黑马 传言手机诞生于深圳华强北 一年出口一部手机 成功占领非洲40%的市场 排名超过苹果 三星 华为 是名副其实的非洲之王 难怪说 想看前沿高科技一定要来中国硅谷 深圳 看全球科技 关注科技公园 前学生30年前的神语言 不能让中国拿下一个万亿市场 我们却痛失先机 他申请了一封信给时任副总理 提到 我们一当跳过燃油车阶段 大力发展电动汽车 赢得先机 但因过于前瞻 并未引起重视 当我们意识觉醒 砸下两千亿血本发展性能源车时 发达国家早已领先市场 要破局就必须解决痛点 有这样一个铁憨憨 此颗车身架构 尝试五百多种钢铝连接方式 最终才选定航空级的某阶技术 打造了上钢下铝车身 比传统车身减重至少五十公斤 百公里能耗才十三点八千瓦时 搭配前后独立悬架 只为能开得更稳更远 以此迅速站稳了欧盟市场 它就是中国新能源汽车 全中化先行者 爱持汽车 种下一棵树 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 其次就是现在 全球最轻薄的17英寸笔记本 LG Gram 17G 990 配备IPS全高清大屏 分别率高达2560x1600 超载边框设计 视觉冲击感十足 画面比例能升级到了16比10 一个界面能呈现更多内容 美国军工级纳米碳每骨架 让机身仅1.3000克重 比13英寸的Mac Air还轻22克 一只手也能轻松举起 此外 它还配备指纹识别的电源键 72瓦时大电池 达到了19.5小时的超长续航 可以说是618最值得入手的 17英寸大屏轻薄笔记本了 其实LG Gram系列自诞生以来 一直专注轻薄加续航兼具的极致体验 也正是这份坚持 让这款笔记本拿下2019CS创新大奖 成为行业内的优异标杆 看全球科技 关注科技公园